2020東京奧運順利落幕 圓民選手穿金帶銀成功用實力在國際上打響名聲 不過體壇之心並非一朝一夕達成 而需今年累月刻苦培訓 並靠著完整體育銜接制度 才能共同成就更多體育人才 因此自從去年3月 立委高金素媒就開始推動 原住民族學生體育人才資料庫 如今計畫已經在收尾階段 教育部承諾今年底前就能夠建制完成 我認為要先建制人才資料庫 才可以長期培育扶植運動人員 而且有了這個資料庫之後 我們才可以作為四級銜接 然後再加上地方運動策略地圖 還有我們所謂的黃金計畫 以及運動科學把它加入進去 我想這樣子的運動相關政策的 施政依據才會更完整 蘇里面同友跟我做報告 目前應該接近快完成了 除了系統化原住民族體育人才培育制度 如何搶救急速消逝的原住民族語言 立委武立華觀察是否也能夠同步比照 2030年國家雙語政策推動模式 成立一間原住民族雙語學校 既然有國語華語加英語的雙語學校 能不能有國語華語加族群地方語言 例如加客語或者是加排灣語 加布農語太亞語這樣的雙語學校 想要請教一下部長您認為能不能有這樣的學校 跟委員報告 那麼我想對於本土語言 從國家語言發展法又更確立了 這個國家語言各我們語言別的這種地位 所以部長您是支持的 對 不過教育部長潘文忠也補充 由於原住民族學校仍帶法律定制 未來相關規範才能有所依循 而這不攸關民族教育最後一里路的 原住民族學校法草案 仍帶這個會期 有機會排入審查 並進行逐條討論 原始新聞 就是今晚第五路案 地法院採訪報導